記錶編號3,這個黃啟源先生 黃先生,你好,準備好 先請求主席給我六分鐘的時間 因為我還有一個鄰居啊 他有那個申請這個發言時間 所以是不是可以給我六分鐘的時間來發言 是 謝謝 謝謝,請各位委員先看一下我的簡報 稍等一下我請那個 謝謝 謝謝,謝謝 首先我是那個阿林寺北側捷運連開發的一個 陳情人 那我們呢,我們是很弱勢的住戶 那剛剛主席也知道說 我們這個北側其實是產權相當複雜的 那我剛剛聽了一個簡報 我也非常贊同說 捷運局把我們這一塊 北側 阿林寺北側的一個捷運連開發的用地 把他縮小 我想這是正確的 因為我們呢 我們是相當堅決的 反對這個區域 這個區域的一個捷運連開發 下一言,謝謝 好 原有是這樣子 因為在民國五十六年的時候 那因為建商 在蓋這個松台公寓的時候呢 建商跟這個合建的地主啊 那前往約之後呢 因為建商的倒閉 而產生了我們這邊 產權複雜的狀況 那變成說 我們住戶 除了一方面自利救濟 一方面呢 跟地主也打了好幾十年的一個訴訟 那到最後在民國76年的時候 最高法院呢 給我們這些沒有土地 沒有產權的住戶啊 給我們一個審判的結果 結果是原審 原審認定被上訴的住戶啊 佔有該房屋基地呢 非無法律以上之原因 也就是說 我們住在這裡邊啊 都是合法的住戶 好,下一言 謝謝 那跟各位介紹一下 我們這邊的 北側連的開 北側的一個 阿林斯北側連的開開用地 是相當複雜的 他 他總共有一百二十二戶 他總共有一百二十二戶 那他有 有土地的 也有建物的 產權非常複雜 有四種狀況 另外一種是 有土地 沒有建物的 還有無土地 有建物的 甚至有無土地 也沒有建物的 那他總共有一百一十戶裡面呢 其中就有四十四戶呢 就是沒有土地產權的 下一頁 謝謝 那從我們這圖上可以看得清楚 這張圖是一個透視圖 前面是信義路 後面是虎林街 兩百四十二項這一邊 這邊有兩棟 那兩棟呢 在這邊的 紅色的部分呢 是代表著 這邊是沒有土地 沒有產權的部分 也就是說 你可以從這個圖上可以看得出 這些我們沒有產權的人呢 而且是合法的祝福呢 在這邊呢 佔的比例是相當重的 他的總投影面積是佔的 大概是百分之六十八左右 所以他的影響是很大的 所以我們呢 是蠻堅決說 不要做這樣的電視開發 因為政府呢 並沒有辦法 給我們一個合理 合法的一個保障 下一頁 謝謝 那剛剛我也提到檢舉 現在把它列到 那個縮小範圍是對的 那原則我們是認為說 其實政府應該要善盡 所有聯合開發的可行性的一個研究 的一個責任 也就是說 松台公益呢 的產權 非常非常的複雜 那如果說今天把這個 阿林寺北策捷運電力開發的範圍之後呢 依照現行的法令呢 最多只能領取所謂的補償金 而被迫強制驅除 那請問我們這些合法 而且有法院給我們一個 認定的追入權呢 我們的權益何在 共道何在呢 所以呢 這有可能會導致所謂的政策 下一頁 那我們堅決反對 阿林寺北策捷運電力開發的設定 因為如果政府沒有公平公正的配套措施 那這樣一定會產生一個錯誤的政策 將會嚴重的傷及我們松台公寓的 這四十四戶的居民 那如果政府沒有公平公正的一個配套措施 我們一定堅決反對 北策捷運電力開發的一個劃定 錯誤政策呢 會嚴重的 更嚴重的民怨呢 將會爆發更激烈的抗爭 下一頁 我們的決心呢 是這樣 因為保護我們自己的身家性命的財產 是一定要做的 那我們堅決反對這邊的劃定 我們也會用我們的生命呢 來保護我們家園 甚至用鮮血來維護我們的權益 謝謝主席 今天給我時間 謝謝 謝謝啊 謝謝黃先生 那我們是不是下一位 謝謝 康先生 黃先生就是跟康先生一起的 然後再來那個張景德先生放棄發言 這句是吳辰梅麗女士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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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松海公寓的祝福 不是很美麗 前面的問題我就不提了 已經了解 我現在要所提的是我們個人的苦衷 要講一講 因為我們今天住在那個房子裡面 我們的房子是合法的 並不是違法的 今天尤其我們所有的稅間也好 所有的那個建築物的錢 我們沒有少一毛錢 那可是今天的房子完成以後 地主把房子也拿去了 而且一樓的店面 住個人家做生意 我是在四樓 十字住的 幾十年下來我沒有沒有收過一毛錢進來 他今天房租一把一把的送完收 而且還要我來付的是一把